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天就是除夕总统蔡英文的脸书粉专蔡英文ZN1上午九十时,也贴出小英的除夕谈话影片,祝贺所有国人新的一年,平安健康,万事如意。 蔡英文表示,大家好,今天是除夕,在岁末年中,全家团圆的时刻,我要祝福所有的国人同胞,新的一年,平安健康,万事如意。 蔡英文指出,2月6号,我们美丽的花莲遭受地震无情的打击,严重的灾情以及人命的伤亡,让花莲人心里留下恐惧的阴影,希望能借此机会,告诉花莲乡亲,请大家放心,不论发生什么事,全台湾一定会跟花莲人站在一起。 蔡英文承诺,未来除了推动灾区的复原重建之外,在全国的层面,政府也会持续针对危险建筑进行盘点,加速补强,建立一套严谨的方灾体系,把地震所可能产生的损害降到最低。 蔡英文提到,地震后她去了花莲两次,除看见国军全面动员救灾,来自各县市的搜救团队,奋不顾声抢救受困人员。 也看见这段时间的台湾社会,充满了爱和团结,在灾难中展现互助,把人性中最美的那一面给了彼此,勉励国人要永远记得患难中的真情,以及勿忘国际社会对我方表达的关心慰问。 蔡英文说,这次有九名忠客不幸于震灾中丧命,强调在人道救援上,两岸没有距离,我们尽了最大努力。 对罹难者家属,我们也感同身受,期盼他们能走出疮痛,平安宁静。 蔡英文接着表示,农历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节庆,彼此具有不少相近的习俗活动。 这次要借发表谈话的机会,向对岸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说声新年恭喜。 蔡英文指出,过去一年,台湾经济的表现让我们恢复了信心。 经济成长率超乎预期,出口总额是历年的次高,失业率降到17年来的新低点。 前几天台湾股市在望点封关,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。 更重要的是,政府与众人一同打拼,改变台湾经济的体质。 蔡英文举例,我们推动5-2产业创新计划,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。 今年启动的前瞻计划,要全面强化国内部族的基础建设,同时扩大内需及投资。 若产业竞争力及经济的都能够进一步提升,再配合政府所提出的加薪具体对策,相信一定能摆脱心思停滞。 倒退的窘境,让每一个辛苦打拼的台湾人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。 蔡英文强调,此外,我们也会有更坚强、更重大的实力,来因应外在经济的变化和风险。 我对台湾的未来有信心,并于文莫,向那些过年期间持续在工作港。 为上,为台湾打拼的朋友们致谢,并指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。 再一次跟大家拜年,祝福全体国人同胞,新年恭喜,万事如意。